好 下面我们讲第二章 为什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么一个题目呢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 老师让我们做一件事 那么我们小孩子都会问老师 老师 做这个干什么 做这个有什么用 这实际就问得了 做这件事的价值 因为在孩子们看来 只要有价值 他就会认真去做 如果没有价值呢 当然他不会认真去做 所以能把价值说清楚 讲明白 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价值 历史价值 也叫历史认识价值 也就是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 那为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呢 因为我们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不是今天产生的 而是在历史上产生的 由于它原汁原味传承至今 中间没有改过 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样子 就和古代那个样子 就和古代那个样子差不多 所以它就有了历史认识价值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珍惜 所以保护它的意义 就会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讲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认识价值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大家知道 人类认识历史 最早的一条途径 就是通过点籍来认识历史 比如说 你考上大学 考上历史系 你怎么去研究中国历史的呢 肯定是去看古书 去看史籍 去看汉书 去看新唐书 旧唐书 对吧 通过古籍来认识历史 有它的优点 就是它记载很简单 短短的几页纸 就能把一个国家的历史 给你讲清楚 它记载的多半是帝王史 政治史 军事史 经济史 而对于老百姓的生活 对于一般的文化 它是很少记录的 那么从这点来讲呢 是它的一个短板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古籍的记载永远是简约的 你比如说 我想了解秦国的历史 你可以看史记 可以看函书 它里面也确实讲到了秦国的历史 秦国的军队 甚至连冰车 多少量 将士 多少元 它都讲到了 但是如果我再往深了问 它讲没讲到军队的铠甲 没讲到 它不可能系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讲 仅仅是通过典籍来认识历史 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是不是 我们人类认识历史 就走向绝路了呢 不是 那么在一百年前 西方的考古学进入我国 这个时候人们突然发现 通过地下挖出的文物 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 那于是呢 我们又找到了认识历史的第二个渠道 开启了认识历史的第二个窗口 确实很管用 你比如说 刚才我们讲了 在典籍当中 记到了秦国 进到了秦始皇秦二世 也讲到了秦国的军队 但是就没讲到铠甲 但是我们在兵马俑 我们就发现了秦国的铠甲 尽管这个东西是用陶烧制而成的 但是它却原汁原味的 呈现了当时铠甲的样貌 尽管这个铠甲并不是真实的铠甲 但是你大体可以看得出来 古代秦国军队的装饰 那我08年去西安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近距离的去观察 兵马俑 哎呀我真的被他震撼了 因为兵马俑他并不是用模子做的 而是用盘条法 一圈一圈的把这个泥条盘起来 盘的一定高度把它拍平 然后给它雕刻出来 所以你看每个兵马俑 包括他的眉毛 包括他的眼睛 包括他书的小辫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你通过文字 你不可能详细了解到秦国军队的装饰 但是你通过兵马俑 通过考古 你就可以知道 秦国军队的装饰啊 所以我们说 考古学的到来 为我们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 开启了第二条渠道 打开了第二扇窗口 真的很重要 那么是不是 他就没有短板 他有短板 什么短板呢 就是考古学挖出的文物 它所记载的 只是一个事物的 一个凝固的瞬间 而有很多历史性的事物 它是没有办法记载的 比如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唐代宫廷音乐好听 那你通过考古能不能复原呢 我们还真找到一个雕板 你看上头有很多宫廷乐女 有吹笛子的 有吹声的 有弹琵琶的 有弹空喉的 有弹古琴的 但是他们谈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 考古学有它的短板 那么是不是人类至此 就走向了绝路 我们对于认识历史 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呢 不是的 那么最近我们又找到了第三条渠道 这就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认识历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中国出了一套书 叫做中国民族民间文学艺术 十套集成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这十套书 把中国的民间传说 故事 神话 小戏 戏曲 民歌 把它通通的搜集起来 那这个项目做了二十多年 最后出了很多的成功 那么为了做这个项目 西安有几位搞音乐的老师 开始下乡调查 他们从西安出发 一直向南走走走 走到中南山的脚下 不走了 因为什么呢 再往里走就深山 就没有人了 这个时候 他们走到了山下的一个小镇 这个镇叫极咸镇 走这以后走不动了 为什么 非常奇怪 这个镇的男女老幼 几乎每个人都会吹拉弹唱 说他们吹的是什么 唱的什么呀 经过两天的调查 他们都知道 原来他们所演奏的 正是唐代的宫廷第一 有人说 唐末一把大火 不是把宫廷烧了吗 那些义人 月女不是被烧死了吗 没有 趁着战火 这帮月女从宫里逃了出来 他们逃啊逃啊 最后逃到了 中南山的脚下 叫做周治县 在这儿停了下来 在这儿 生而与繁益后代 发展到了现在 同时 由于他们把唐代的宫廷音乐 以活代的形式传到了现在 当地人觉得 这些人有文化 于是给这个地方 起了个名字 叫吉弦镇 那么现在 你再想知道唐代音乐 就很容易啊 你让他们演奏一曲 都什么都有了吗 沸宜的发现 为我们认识自己的历史 找到了第三条渠道 开启了第三扇窗口 非常重要 那么第二个价值 艺术价值 也就是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 不同历史时期 和不同地域间的艺术特点 打个比方 我们先来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怎么来展示 不同地区的艺术特点 比如说 有人问 黄土高原的艺术 有什么特点 我想你未必知道 以前我也不知道 后来 甘肃省的一个文化馆长 他写了一本书 让我写序 我现在写序我就在研究了 最后研究来研究去 我发现 黄土高原上的艺术 有一个重要的类型 这个类型 我给他总结了一个词 叫剪影的艺术 什么叫剪影的艺术呢 比如说剪纸 剪纸 你如果对着光看的话 它是不是一个影 是影吧 所以我们说剪纸 这是中国剪影艺术的初心 那么这个剪纸 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第一张剪纸 是在汉代 话说五王 他的一个妃子去世了 他非常怀念它 这个时候他就请了个人 剪了一个 他妃子的模样 然后天天来看 天天来思念它 这是中国有关剪纸的 最早的一个记载 那么地点在什么地方呢 在长安 在黄土高原 那么这个是剪影 这个是剪纸 你看 它透着光看就会非常好看 那么我记得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这时候有一个出版社的编研布主任找我 他说约丽 我给你个书号 你来出一本书 我说什么书 他说 你给我搞一本剪纸的书 我说我不做 他非常奇怪 我和他讲原因 我说剪纸这个东西 你只有把它贴到这个窗户纸上 从屋向外看 透着光看才好看 我说你把它印到书上 反倒就不好看了 那正因为这个原因 到现在我没出一本关于剪纸的书 因为我觉得把这个剪纸 把它印到书上 效果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 那么这些剪纸 是我的学生剪的 你看它非常漂亮是吧 那么从剪纸再往后发展 又出了一种艺术 叫什么 叫皮影 我认为皮影就是从剪纸来的 所以我把皮影叫2.0版的剪纸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创造一个环境 我们去设想一下 比如说我们是一帮小孩子 坐在窑洞的炕上 奶奶在窗外贴剪纸 她贴的时候就生怕歪了斜了 她就会问屋里的人 当不当啊 正不正啊 里头人一看 这个东西动起来好看 于是从这儿想到了皮影 那我认为皮影就这么产生了 所以我把皮影叫2.0版的剪纸 那么从这儿又产生出3.0版的剪纸 什么呢 香包 香包也是黄土高原产生的一种艺术 那最早的香包是干什么用的呢 避邪用的 你比如说这是个铲竹的形状 上面有蜈蚣啊 有蜘蛛啊 有蝎子啊 有蛇啊 这是五毒 那么小孩如果是戴在身上 他就能够避敌 这个是最早的 关于香包产生的一个原因 这些香包的取材内容非常广泛 涉及日常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 主题不但包含着五谷风登 多子多福 虚恶辟邪 虚病消灾的美好愿望 也囊括着古代乌神文化和阴阳平衡的 古素哲学观 那么你看这个香包 严格来讲 它也是个简举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想香包怎么做的 它是用剪刀在硬纸壳上 先讲出一个轮廓 然后在轮廓上给它蒙上绸子 然后在绸子上绣上图案 但是整体来看 如果你对着光看 它是不是一个简影 是简影对吧 你看这个是简影 这个是简影 这个是简影 这个也是简影 那这是典型的简影艺术 那么从这儿 又发展出另一种艺术 什么呢 农民化 有人说老师简纸是简出来的 农民化是画出来的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 但是你看看中国最早的农民化 和简纸有没有关系 我认为是有关系 农民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背景是非常干净的 然后在上面画出人物 而这个人物呢 轮廓线非常清楚 给你的感觉就是画好了一个人物 就像做好一个简纸一样 你把它贴上去 就这么一种感觉 那么另外你比如说 这块有一个老爷爷 老爷爷是侧着绳子坐着的 但是它的脸是正对着我们 我们在工艺美术上把这种脸叫什么 叫十分脸 就是两个耳刀都露出来 左右对称 这是十分脸 那这十分脸从哪来的 从剪纸来的 大家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剪剪纸怎么剪 就是拿一张纸把它折起来 然后剪出半个小孩 打开以后不就是完整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农民化来自于兼纸 那你再看看旁边这个老婆 这老婆身子是正着的 但是她的脸是侧着的 我们把这种脸叫什么呢 叫五分脸 五分脸从哪来的 从兼纸来的 从脸来的 所以你看尽管农民化和剪纸 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 因为她的创作方法什么都不一样 但是她的基因是一样的 都是用了剪纸的特点 反映出剪纸的表达方式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黄土高原 会产生剪影的艺术呢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这个是黄土高原 那么黄土高原 什么叫高原 就是原来是一个高高的平原 然后下场雨冲到沟 再下场雨再冲到沟 那么经过几千万年的冲刷 最后呢 一个原就变成两个原 那你比如说 东原一个小伙子 西原一个小姑娘 两个人要谈恋爱 要想见面太难了 尽管距离不远 但是想见面 你得从这个原走下去 然后再爬到那个原上 没半天空后 你根本见不着面 那怎么办呢 唱山歌 那你得唱一帮小调 声太小 他听不见 唱这个茉莉花 他更听不见 那怎么唱呢 信天游 一嗓子飘出去了 三里外都听得到 所以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当中 它产生的艺术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讲到简眼的艺术 那为什么会讲到黄土高原呢 你比如说 人肯定要住房子的 但是想在黄土高原建房子 没戏 因为什么呢 它没有树 你看都是光秃秃的山 那怎么办呢 当地老百姓想了个办法 挖窑洞 这种依山而建的窑洞 叫明庄 光明的明 春庄的庄 那么有人说 只有一山才能建窑洞 不对 大错特错 在平原同样可以建窑洞 你比如说这个 就是平原上的窑洞 那平原窑洞怎么建呢 就是在一个平原上 你挖一个 比如说40米乘50米的一个深坑 挖到七八米深 然后在东西南北 各开几个窑 所以窑洞也出来了 你看这个就是在平原挖的窑洞 那么从上面看是这个样子的 从下面看是这个样子的 从正面看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从里面看是这个样子的 那为什么我们说到简直 会说到窑洞呢 因为窑洞的生活和简直 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什么时候建建制 过年的时候 那过年为什么要简简直呢 因为过年 对于当代人来讲 那叫欢欢喜喜过大年 但是在古人看来 年可不是一个好日子 这是一个恶日 所以古人有句话叫过年观 为什么 因为这一天妖魔鬼怪 会来吸扰人间 那么怎么能战胜妖魔鬼怪呢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家里的人都回来 都聚在一起 因为人多力量大 所以在三十二晚上 吃年饭之前 不管你在天南还是在地北 都要赶回家中 那么为了防止人要魔鬼怪 怎么办呢 在院子要点上篝火 要挂上灯笼 在门上贴上门绳 那么窑洞出了门 还要哪能进妖魔鬼怪呢 当然只剩一个窗户 那窗户怎么办 人们就会用红纸 剪成神像 把它贴到窗户上 为什么剪纸都是红颜色的 因为红能避邪 为什么一定都是过年假 因为过年关的时候 妖魔鬼怪都会来 剪剪纸是用来避邪的 那为什么要贴到窗户上 因为门已经有门神看守 窗户还没有 那一定要在这儿 要贴上神像 那为什么 这个剪纸最早的剪法 都是折叠剪 因为折叠剪 才能剪出神像 因为所有的神像 都是正军危坐的 都是十分点面对着你 对吧 所以我们讲 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同的地环境 它产生的艺术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二点 分仪除了能帮助我们认识 不同地域的艺术特点之外 还能够帮助我们认识 不同时代的艺术特点 比如说 大家看到这小团扇 你们想到什么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一看到团扇 我马上能想到的 这是唐代的工艺 因为唐代小美女 那么穿着沙 天非常热 怎么屈属呢 就是摇着小团扇来屈属 非常高雅 所以你看到团扇 你会马上想到 这是唐代的工艺 那么你看这个折扇 你马上想到什么呢 这是宋代的工艺 因为折扇最早不是中国产生的 是日本产生的 因为宋代 中国和日本交流非常多 所以它一产生 马上就传到了中国 而中国的艺人 很快就学会了 这个折扇的制作 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折扇 想到的 那就是宋代的工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